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9月26号 星期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临近中共二十大北京政变之说 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这引起了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 就在外界种种猜测下 在昨天9月25号 中共官方公布了2296名出席中共二十大代表的名单 其中就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等等 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 这也似乎打破了多日来传出的习近平被软禁的传闻 但是专家分析 虽然传言未必是真的 但是反映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即便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后连任 接下来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9月25号新华社公布了一份名单 说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下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名单上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等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 还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在内 连日来有不少的消息说 习近平从乌兹别克访问回到北京以后 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而且在过去的几天 中国大面积取消航班 还有无法确认的网传视频说 有军方车队进入到北京 这些现象都助推了有关习近平被软禁的传闻 据《奥地利标准报》在昨天9月25日刊文说 中国共产党常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 只要你明白这一点 就能理解连日来网上说 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是怎么来的 文章说 这个传言是由一个拥有一千多万粉丝的 印度前部长斯瓦米传播的 在推特上 习近平在哪 中国政变的标签大量流传 也迅速的成为了推特的热搜 文章中提到 目前没有可靠的消息支持这一理论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消息予以否认 但是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是社交媒体上的传言的力量还有持久性 二是中国共产党不透明的结构 很多外媒也都在关注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 美国媒体Newsmax认为 北京没有发生政变 但是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 而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 有烟的地方就可能有某种火 张家敦认为 有关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是不真实的 但意义重大 所以有些事情是非常不对劲的 他认为传言的本身就是一场潜在的运动 虽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 都告诉我们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动荡 如果不是为了阻止习近平继续连任 也是为了给习近平打一记众所周知的重拳 美国新闻周刊也认为 关于中共发生军事政变的报道没有根据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洪斌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目前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滑 民生艰难 所以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 或者是反对习近平的声音 也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 他锻造出了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连署办公的 这么一顶超级的特务统治的利润 再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手段 因此习近平的亲信能够在各个最主要的权力节点上 掌控住局势的发展 比如说军权 司法权 公安警察权 舆论控制权等等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他现在暂时稳定住了权力统治的机制 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并存的 旅美学者作家吴祚来9月2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 二十大人是真正的决定权呢 是中共元老还有政治局各个常委 他们在内部进行博弈 妥协 斗争 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完全搞定 他说中共对于内斗的消息控制的非常严密 在真相没有出来之前 很难简单的去判断哪些是有人在故意造谣 而哪些是在捕风捉影 哪些是上面冒烟 下面已经起火了 法广的报道说中共公布的这个名单出炉表明为二十大召开所做的准备已经完成了 包括二十大报告以及外界关注的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确定等等 这将是中共的真正权力中心 这些投票其实呢就像走过场一样 因为政治局以及其常委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是事先就决定了的 海外很多网民纷纷留言说 这么多橡皮图章啊 好吃好喝好招待坐着高铁去举手 利益集团的代表与草民无关 这2296名投票机器人的程序已经精准的设计好了 国内对习近平的各种传言 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权 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高层的人事变动和安排 人民从来说了不算 高层的人事变动给人民带来的就是各种传言 各种各样的揣测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里 人民从来没有当家做主过 中期选举将临近 据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 上周发布的评级报告显示 在众议院435个席位当中 目前至少有212个席位可能倾向共和党 大约有192个倾向民主党 还有31个席位胜负难分 共和党只要赢得其中的6场选举 就能重新掌控众议院 英文大纪元分析 有8场选举可能会决定众议院的控制权 其中包括爱荷华州第三国会选区 现任民主党众议员阿克斯内 将会面对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选 纳安的强大挑战 预测网站把这次竞选评为倾向共和党 另外宾州第七国会选区 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威尔德 将会迎战共和党候选人谢乐 库克政治报告把他评为倾向共和党 另外在田达西州第五国会选区 川普支持的奥格尔斯预计能击败民主党参议员坎贝尔 还有德州第15选区激进派民主党人巴列霍 将会与川普支持的德拉克鲁兹对阵 库克政治报告称这个选举倾向共和党 还有新喊布什尔州第一国会选区 川普时期前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莱维特 对阵民主党现任众议员克里斯·帕帕斯 这次选举是胜负难分 据美国广播公司周末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 对于中期选举 多数人将会投票支持或者是倾向 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当被问到以及更愿意看到 谁来控制国会的时候 有48%的人说希望共和党掌控 只有45%的人说是民主党 此外在摇摆地区 注册选民明显的倾向共和党 有55%的选民说投票给共和党 而有34%的人说是支持民主党 民调还发现 拜登的支持率持续走低 只有39% 不赞成他的占53% 此外 56%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 不希望拜登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昨天9月25日 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节目上表示 民主党人明白如果11月份的选举是对总统的公投 他们会输 民主党人知道犯罪率激增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之一 今日川普对作家马吉·哈伯曼表示 如果再给他一次可以重新选择 重新再来的机会 在2016年他还是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他还幽默地说 因为他有这么多有钱的朋友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川普坦诚他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他玩笑说的 因为有钱而进行的追名逐利的游戏 而更多的是 他受到了想服务美国的责任感的推动 特别是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四年总统生涯以后 川普仍然表示 即使重来他也会竞选 他对哈伯曼说 如果他没有参选 他的生活会非常容易 但他喜欢这份工作的部分是 他能把事情做好 并取得一些成就 川普非常有可能再次参选2024年的大选 他日前在集会中就说到 把五个历史上最差的总统的政绩加在一起 也没有拜登两年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大 他说 我在位的时候 油价才1.87美元一加仑 而现在的油价是多少 4美元 5美元 还有8美元的 而我在位的时候也没有通货膨胀 可现在的通货膨胀比加税还厉害 而他们还要加税 现在川普面临诸多的法律问题 而目前 法律界拜登提名的法官人选也占了多数 在过去的两周里 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又确认了4名新的巡回法院法官 拜登目前提名的联邦法官当中 已经有80多人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 而相比之下川普在同期任命了69名法官 但是拜登能否最终超过川普历史性的法官任命总数 还要看11月份中期选举的结果 川普在一个任期内任命了234名法官 其中就包括美国最高法院三名保守派大法官 而这也是他对美国保守派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6月下旬 美国最高法院基于保守派多数票 才能推翻使堕胎合法化 并影响美国社会长达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 根据最新公布的麦克劳林咨询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 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有利 而在可能参加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选民当中 有71%的人希望川普再次参选 如果他真的参选 有86%的共和党人会支持他 美国保守派调查媒体真相工程 在8月底曝光了一系列 美国教师是如何给学生灌输暴力革命 以及怎么拒绝聘用保守派教师的视频 视频曝光以后 让很多家长非常的愤怒 日前上百名康州格林威治市小学的家长们 他们在学校董事会的听证会上发出了声音 他们要求学校以及整个教育系统 修整出现的问题 他们要求学校教学透明化 取消所有社会主义议程的课程 包括所谓社会情感学习等等 在会上 家长们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真相工程曝光的 这个学校副校长伯兰德的愤慨 在真相工程曝光的秘密镜头前 这位副校长说 思想开放 更加进步的老师更善于传达民主信息 所以这很微妙 他说我雇佣过的老师永远不会去说 这是自由派或者是民主党的方式 但是以后学生都会投票给民主党 他还提到那些保守派的老师 我不会聘用的 不会聘用保守派的天主教徒 我不会面试任何一个超过30岁以上的 你年龄越大 方式越牢固 你就变得越保守 视频曝光以后 一位家长说 不幸的是 这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副校长表现出的政治 还有宗教偏见 是令人震惊和不能容忍的 还有的家长说 你们接受激进组织的捐款 一直试图破坏孩子们的道德 现在真相工程的视频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这里还是美国机构的话 就应该问责领导层 还有的家长举例说 学校不仅不防止孩子自艺 而且还教孩子 怎么得到家长的药箱去拿药丸 把孩子性别问题政治化 你们不是在帮助我们 而是在伤害孩子和家庭 而在另外一个视频中 曝光的纽约斯利学校女老师诺里斯 她说自己就像一个双面间谍一样 在学校中用社会主义意识 去游说教职员工 她现在被辞退了 在每个州 每个学校都有法律名文规定 在雇用问题上 不能因为人的宗教信仰 政治观点 性别 年龄 种族等等因素来区别对待 否则就构成了歧视 在今年大西洋飓风纪的第九个风暴 暴风1N在接近古巴西端的过程中 是越来越强大 它最早将会在本周三 9月28日袭击佛州西海岸 而佛州24个县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据预测 EN将作为一个主要飓风袭击古巴西面 然后在袭击佛州之前 在温暖的墨西哥湾水域成为更强大的4级飓风 最高风速为每小时140英里 截止到今天9月26日 坦帕湾和圣彼得堡有可能会成为自1921年以来 第一次被大飓风直接袭击的最可能的目标之一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宣布 这个州24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为EN可能的行径路线做好了防灾准备 德桑蒂斯说 EN可能会袭击佛州的大片地区 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还有燃料供应中断 他鼓励佛州民众确保备妥必要的补给品 包括粮食还有水 手电筒收银机还有药品等等 佛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处于待命状态 据预风中心说 EN不会在古巴上空逗留 但会在墨西哥湾上空放慢速度 越来越宽越来越强 这将有可能在佛州西海岸产生重大的风和风暴潮 预计整个坦帕湾地区将会出现高达10英尺的海水涌动 和10英寸的降水 在个别地区降水将会达到15英寸 而这些水足以淹没沿海社区 坦帕地区的佛州人收集了很多沙袋 并买光了商店里的瓶装水 一名王牌五金店的老板说 这个地区对发电机还有煤气罐 电锯还有气象收音机等等都很需要 德桑蒂斯说 这个州已经暂停了坦帕湾地区的收费 并动员了5000多名佛罗里达的国民警卫队 另外还有2000人在临近各州待命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希望之声TV是以报道真实新闻 关怀华人生活 传承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努力着 我们坚持每天九档新闻为您传递各方消息 媒体运作需要大量人力还有物力 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任何捐款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是小兰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